如果因為把它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它外部讀檔 其實大概就這樣 反正以後就是open哪個檔案 那如果是放在同樣目錄的話 你就不用那個就是你的哪個磁碟機的哪個目錄 如果要就是你要另外一個絕對路徑的話 那你可能就什麼 C帽號斜線哪個資料夾的哪個檔案 一樣可以指向某一個位置 可以讀檔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你有很多檔的話 你可以跑個回圈 把裡面的所有檔全部叫出來 比如說你要把很多個檔合併在一起 那一邊讀一邊append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檔案全部合併在一起 如果你要分割的話 你就找到哪裡到哪裡 然後把它存一個檔write出去 哪裡到哪裡再write出去 哪裡到哪裡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分割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個檔案的合併跟分割 其實用這個方法配合回圈很快就完成了 所以工作裡面還蠻常遇到的 比如說我希望把很多個檔一下子全部合併 如果你不會合併的話 裡面你要開檔全選複製貼上 全選複製貼上 全選複製貼上 變成你自己就來跑個回圈 如果你會跑回圈的話 你就寫個回圈不就合併完成了嗎 對 到底是一樣的 分割也是一樣 同樣的動作 你會發現每次都要重複做 OK 那這些東西的話 後面就會講到 後面有一個專門的範例 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工作裡面最需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合併跟分割 後來我發現最需要的就是處理 就像eSale裡面最常遇到的是 欄位的合併跟分割 怎麼把很多欄變一欄 怎麼把一欄變成很多欄 怎麼把一個工作表變成很多工作表 再把很多工作表合併回一個工作表 怎麼把很多個eSale變成一個eSale 把一個eSale又分成好多個eSale 每天好像很多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就變成說 如果你不會用回圈來完成 變成你就是要做回圈做的事情 那就是那些重複的事情 OK 所以大家為什麼要學回圈 其實就是 你會發現那個效率現在十萬八千里 尤其是資料量越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越差越大 如果資料量少還可以 好啦 反正你就是 你時間多的話 你就慢慢做就好了 像有的人工作內容就是這樣子 就是反正沒什麼事 就每天就是做寵物的事 他如果事情做完 他跟沒事 他也會覺得好像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沒關係 你的工作內容就這樣 那你就每天這樣做就好了 反正你做完之後 你還真的發慌 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有的人就不是這樣想 反正我做完嘛 我可以再做別的事情 或者是說 我也不用那麼忙碌 每天就是一直忙忙忙 一直做做做 OK 然後感覺永遠時間 永遠不夠用 永遠都要再加班 對不對 這樣好像很有存在感 有沒有 好像這個工作沒有你不行 但實際上是這樣嗎 我覺得根本不是 所以很多人真的 工作的方法 我覺得就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等到有一天 然後真的要到退休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OK 好 那大概這樣 那剛剛的部分的話 切割 裡面的話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怎麼樣把裡面的文字轉換成數字 然後呢 再存回去 到這個的串列裡 其實到底很簡單喔 我們的需求是 一 先把那個資料讀出來 二 把那個資料呢 把它轉型之後 再存回去 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不是那麼困難 兩行程式 第一行程式的話呢 就是告訴大家什麼 我要跑那個回圈 那個回圈的話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那個 range的話呢 就是要跑幾次呢 跑那個總長度 應該就是0到 L1N 這個串列裡面有幾個 所以L1N 把它Score放進來 他就知道說裡面有幾個 2 4 6 8 9個 OK 好 意思就是說 我要跑9次的意思 那如果0開始的話 我講過了 如果0逗點 你可以把0 delete掉 它會從0開始 所以它會怎樣 先抓89 那可是問題喔 它先把89抓出來幹嘛 轉型嘛 轉型完之後要幹嘛 存回去嘛 所以特別注意喔 底下的寫法還蠻特殊的 我要存回去 請你寫在前面 那存到哪裡呢 存到它的i的位置 存什麼東西呢 存它轉型之後的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喔 Score 中刮符i等於是 它轉型之後 它怎麼轉 你可以用int 或者是evil 我蠻喜歡用evil的 OK喔 然後呢把它刮符 刮符之後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89的資料 先放到這個evil的這裡 然後它看到evil之後的話 前後單引號就會被刪掉了 把89再存到這裡面 所以這裡面的話 就會剩89 沒有前後單引號 一直都轉成什麼 轉成數字了 那當然呢 它從0開始 下一個1 2 3 4 一直到什麼 L1的前一個 到這一個 全部都存完 那如果 我把蓋過去的東西 在print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這兩行 特別就是說 這個是範圍 全部 然後呢轉型完 存回去 轉型完 存回去 我把這個Score呢 在print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全部 都轉換成 這個數字了 OK 你想說幹嘛轉成數字呢 因為如果你沒轉成數字 後面你就沒辦法加種 也沒辦法做平均了 因為它文字啊 文字怎麼做加種 OK 再來的話 我已經OK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底下 我把剛剛那個底下部分的程式 因為我剛剛是把它註解掉了 那再來其實這幾行都可以刪掉了 這些都可以刪掉了 其實上面就不用不用輸入了 我們只需要什麼 那個輸出的部分呢 輸出什麼呢 輸出總共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是多少 平均多少 有沒有 還有那個最高分最低分 也可以加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我們基本上就只要 這一行是總共幾個學生 OK 其實就LEN 幾貴學生 然後呢 total是多少 把它用上 加總 存回去 再來平均 最後把它平均結果做出來 如果底下 那假設你要最高分最低分 其實雲端上這邊也有最高分最低分 把它再加一下 這樣的話就完整了 好 所以剛剛input不用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樣做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當然上面這個地方 我沒有把它清掉 所以這個會指這個 裡面總共幾個學生 馬上就輸出了 九個學生 總分是多少 sum把這些全部加在一起 因為 特別是如果你剛剛沒有轉型 那他就沒有辦法理 sum這個地方就失敗了 那平均成績 當然這就是把計算 最高最低 就可以做出來了 OK 如果說你剛剛沒有轉型 底下的這些事情 就沒辦法做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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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